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方选手是威风少侠张开印 蓝方选手是野狼焦富开 对 这个威风少侠今年已经是34岁了 打过无数次的比赛 现在应该是首都体学院一个散打专项的老师了 那么他的对手焦富开由野狼之称27岁 两个人年龄相差了7岁 这个身高差不多 但是从臂展来看年轻的焦富开要比对手要有优势 年龄上也差了7岁 虽然说焦富开年龄上有优势 但是他的体能真的是 很多的观众也都是为之担心 其实就像他今年打的那个 2020超级新人王的比赛当中 我们解说当中说到的 说这个焦富开是国际局的交易局 但是也有他的不少粉丝提出质疑了 说这样说是不对的 这个交易局是因为他在这个 有伤病 对有伤病困扰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 他在对抗这个国际高手的时候 他总是能够在第一回合就终结比赛 这是一种褒奖 并不是体能的原因 所以两个人的技术特点 不用说了都是三打系的拳手 在三打这个比赛当中 都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了 所以这场比赛 更像是一场三打的比赛 对 刚才撞到头了 挑战一下 给人感觉这个张开印啊 尽管已经是34岁 但是看来这个竞技状态保持的不错 还得不错 对 更老到一些 这个状态也很好 是 一个组合 张开印在2020年11月份 打了武林峰的一场比赛 当时对阵的是谭晓峰 那场比赛打了三个回合 发挥的也不错 对 毕竟也是很多年没有回到那台上 对 但大家对他的评价是这个完美控场 饱糟不老 对 他的期待值也是比较高的 是 交付开好像打这个武林峰的比赛更多一些 对 只有19胜 12负 三次KO 是 而且他打比赛也比较早 打武林峰的比赛 他 其实交付开 他的这个在武林峰的战绩 还是 又撞到了 又撞了一下 两个呢 今天的比赛的风格真的大开大合 给我的感觉 就是感用动作 其实交付开在武林峰的比赛当中 还是有过他的 这个比较娇人的战绩的 他是中国唯一一个对战过 三位K1冠军的选手 像安利苏瓦呀 还有这个乔治佩特希奥 以及恩里克克尔 而且他还击败过昆仑爵 初代王者祖耶夫 对 打比赛这个时间 比较比较早 那其实他这个成名叫早啊 对 年少成名 对 那其实他今天年龄并有大 对 哦 下劈腿 塞进去了这个拳 很重 没问题啊 漂亮 加腿 谢谢腿 好 还有十秒 先自绝对面中 加油 首次交分 两个人其实对对方不太了解 不了解 而且都是反架 对 所以难免会像第一局 有两次这个头撞到一起 是 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距离 两个人 这个比赛感觉稍微差一些 还是需要一局的时间 来适应这样的一个 对 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那看影绝对是显得更老 我看着 你看 林警ñas 惠恠恠开车 很好 好了 油 广 两位三大戏的选手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个 三个动作的这种突然性都特别好做的 他这个交互开始身高必长 对方是步伐比较灵活 现在34岁能保持这个状态不错 这样躲的话很有可能再次撞到对方的头部 掌声 这两天跟得好 好分开 是 我们现在看交付开体能是有下滑了 对 所以在这个介绍当中一直也提到说他的短板就是 就体能 由于长期的这个伤病 体能差一些 但是今天来说你面对的是大你七岁的选手 应该从 没有站稳 你看这两个就是单个的动作比较多 就单半 很明显的这个散打的风格 是 对 对 好 现在再 两个人调整一下 调整 尋找机会 是啊 感觉低损腿 好 王大雅 我动手还有吗 好 要做转身 预造太大了 这两个人感觉到都是体能下滑的厉害 你看有机会之后 一个动手 然后就 抱在一起了 对 哦呦 要推开 左抱有点多 好 给了一次的提示 是 出现三次会被扣掉一分 哎呀 哦呦 张开一要准备 机会抓得不错 对 对 对方这两击重拳有打到张开一 是 还是不能放松啊 对 虽然对方的体能可能差一些 骗我的 哈哈 骗我的 对 不要抖 不要抖 好 第二回合说 最后一点点时间 哦 哦 被对方识破了 哦 两个散打机的选手确实是 啊 体能都 不是特别的好 对 那从比赛的这种输出的频率 就能够感觉到 其实你看啊 就是 在武林峰的推动下 自由搏进发展到今天 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这些老派的散打的打法 你会觉得非常不好看 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地创新 包括我们要求加盟的这些 俱乐部联盟俱乐部的教练们 也会跟他们去灌输这样 我们要跟国际接轨 对 孙老师应该也有这种感受 我刚刚看前面的比赛 再看这场比赛 对 就突然觉得这个激烈的程度啊 对抗的这个强度啊 都有一点点下降 是 当然这两个呢 一个可能由于年事稍微高一些 所以呢 体能可能有点问题 对 另外一个由于长期的伤命原因 本身的短板又是体能 所以这个导致可能 第三局比赛再看看吧 能不能 结果这一分钟的调整 能够打得更好看一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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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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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得上這個步伐了 尤其咱自由搏擊這個 風格呀以及技術的這個進步 已經真的很快 其實這場比賽對於教父開來說 也還是有機會 是 能不能 其實孫老師說的特別對 教父開是有機會 因為這種節奏反倒挺適合 挺適合這個 其實兩個人都喜歡這種 慢節奏 而且也彌補了我體能不好的這個軟板 對 因為他們沒有對攻 然後頻率不高 好分開 這局還剩下一半的時間 是 是 教父開看的時候在試圖就是加強進攻啊 擺脫一些不利的這個局面 對 他還是有都有機會 雙方都有機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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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啊 继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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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来 再走 继续 继续 两个人都在打跑不上去 再出去 谁敢打 这时候 就看谁的这个潜能啊 发掘潜力啊 对 那萌萌的这个年龄成为叫做开里一个 优势 一个优势了 加油 加油 但是他的这个臂展比对手比张开业还是要 对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交付开是被伤病耽误了的运动员 因为在这个级别他以前打七十七十七十五 这个范围内他的身高臂展他的身体条件就相当的出色 是 十五秒 好还有一点点时间 好还有十秒 哎呦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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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拳过猛 出拳过猛 好 好 嗯 好 好 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